表姐近段时间像打了鸡血似的 非常兴奋 原来她50岁了 刚刚办完退休手续 不出意外 下个月就可以开始领养老金了 表姐盘算着 自己50岁 身体很健康 休息一个月 再自驾游一个月 然后找一个临时工作 养老金加工资 每月少说也有5000元 吃香的喝辣的 幸福的小日子来了 过了几天 表姐又去了一趟社保局 打听养老金和算进展情况 从社保局回来 表姐一改往日的兴奋劲 搭拉着脑袋一声不吭 脸上写满了无奈和惆怅 我赶忙凑过去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她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纸 在我面前晃了晃 说都是这张纸惹的货 表姐告诉我 去了社保局才知道 自己20年的功龄 本以为养老金能达到2500元左右 哪怕再低一点 超过2000元应该没有问题 但实际结果是 养老金只有1409元 看到这个结果 自己当场直接就愣住了 表姐不相信这个结果 当场让社保局的人再核定一遍 社保局说没错 就是这么多 并仔细给表姐讲解 每项养老金的计算依据 和计算方法 虽然表姐听得似懂非懂 但看到人家社保局的认真进 也就没话可说了 表姐把养老金和算表递给我 让我看看到底有没有算错 我接过表姐递过来的表 仔细地研究了起来 结果发现表中计算没有问题 缴费年限20年 本人缴费指数0.6 这些年 表姐确实一直按照最低缴费档次 交的社保 表姐并不是灵活就业人员 她在一家私人单位上班 虽然单位给职工缴纳社保 但并不是按照每个人的工资 未积数缴费 而是按照最低缴费档次选择性缴费 虽然职工有意见 但为了工作 久而久之 也就没人提意见了 在个人账户养老金方面 到退休时 表姐的个人养老金账户 累计储存额只有5.07万元 由于政策规定 50岁退休激发月数是195 所以表姐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为 5.07万 195等于260元 在基础养老金方面 养老金月激发基数 为7182.5元 所以 表姐的基础养老金为 养老金激发基数 星号 一加本人平均缴费指数 二星号 累计缴费年限 星号1100 有关数据带入计算公式 7182.5星号 左元括号 一加0.66元括号 除以2乘以20乘以 一除以100 计算结果为 1149.2元 表姐都是实际缴费 没有过渡性养老金 因此 她的最终养老金待遇 为基础养老金 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之和 1149.2 加260 计算结果为 1409.2元 我151时地 边讲给表姐听边计算 结果显示 养老金一分不差 核算表上的数据准确无误 社保局没有算错 表姐听完后 还是有些疑惑 半信半疑地说 为啥她的朋友公灵也是20年 但是人家的养老金 超过2000元了呢 为啥轮到自己 就变得这么一点点了 我继续给表姐说 影响养老金的高低 并不仅仅是缴费年限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是缴费档次 你的缴费是最低档 缴费指数只有0.6 直接拉低了养老待遇 虽然别人缴费也是20年 但是缴费档次比较高 所以别人的养老金比较高 表姐听完后 终于明白了养老金和算原理 使劲点了点头 并说 退休后的生活需要重新安排了 养老金没有预期多 只能多达几年功了 写在最后 养老金激发原则是多缴费的 长缴费的 退休前不仅要长缴费 还要多缴费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自己有比较好的待遇 表姐的养老金确实不太友好 但是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接下来就要按照这个养老金收入 安排退休生活了 最好是退而不休 再干几年 趁着年轻多挣点钱 如果未来养老金 还是一如既往的年年上涨 十年后 表姐的养老金也能有2000元 正常情况下 退休养老金想超过3000元 缴费指数需要在0.8以上 缴费年限在25年以上 缴费指数需要在0.8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